这个题目跟职场有关 朋友的公司空降了一位新主管 然后直觉是什么样的主管呢 因为他在抱怨 来了一个这个人 好 他抱怨了什么主管呢 一 皇亲国气型的主管 这很有可能 他就是董事长的妹妹 还能空降 或者是总经理的弟弟之类的 所以怎么办 他讲什么就是什么了 再瞎你也不能说什么 二 积极知识型的主管 一来就是这个部门 其实我想把它裁掉 积极成立另外一个部门 然后这个地方减缩 这个地方增援 然后所有过去的案子推翻掉 因为我有更好的想法 太可怕了 三 专业又很酷的女强人 他就是某一家大型上市公司 挖来的女强人 一看就是慈禧太后来了 那也不错 就普拉达的恶魔的那一位主编 是老谋深算型的主管 大家好啊 没事没事 很好很好 然后就这样好了两个月以后 开始裁人 没有 还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到底是好好先生 还是等一下就会出事 你完全猜不透 看不出来 哪一个让人觉得比较恐怖呢 来 请直觉 没有空去工降了一个新主管 会是什么情况呢 请依直觉作答 选好俊涛老师的公布答案咯 好 我们测的是 你是哪一类型的 购物狂 哪一类型 购物狂还有分类型喔 来来来 好像是你是那个 它是真的是荧光类型 对 荧光类型 刺眼型 对 各位这个题目有一个陷阱 就是不管你们是谁选 你们都是购物狂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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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 只是老毛先帅 真的 真的 真的厉害 只是你们是哪一型而已 好不好 真的 就是我们知道遇见什么东西 或什么事情 我们就真的 就疯了 失去理智线了 那我们就先 要看新美姐吗 你会分享你的东西吗 有啊 我没有什么东西啊 有啊 有啊 哎呀 我啊 你要先听我的故事啊 我是这样子啦 我就是怕 你觉得你是狂吗 我不是狂 我是有礼貌 怕打扰别人型 我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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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新美姐 如果你选到跟新美姐一样 皇亲国气型的 现场都没有人选 只有新美姐选 我们是冷静狂 我们没有 冷静吗 冷静狂 冷静狂 心很崇派 李志兴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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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各位 听我讲故事 等一下 你看 需要才会买 还会货比三家 所以你看他是因为有dress code才去买 他每次一直 李志琴那个都很吓人 他是什么财利 也不是啦 有的时候就是眼花 还有一个就是我李志是因为 好 我们今天的录影是十月十号 对不对 我在一个月 就十月九号我就要飞巴黎了 那我前天才从香港回来 我跟几个好朋友 然后呢 我们就在那边呢 吃完海鮮下午茶以后 楼下就是一个小乡的总店 好啦 那我的好朋友呢 这个人叫陈美凤的 他就说我们去走一下 我就说我们下一个月就要去了 去等于好像可以有退税再加上 大概七折 七折 Anyway 七折 走啦 我们就去看一下 去喝个咖啡 因为我们刚刚都吃了那个洋茶 不是说好好去喝个咖啡 就一坐下来 当然人家就认出我们来了 然后就给我们咖啡 又给美凤姐气泡水 还加柠檬片 然后后来呢 我还需要 一片柠檬片是十万 美凤姐因为她下礼拜要去日本滑雪 所以她在那边看雪靴 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 另外一个店就拿了 不是四杯 我们四个人 她是整瓶的香槟 然后来这边倒给我喝 因为我在那边刷手机 我非常的 是刷卡吗 理智 我在刷了朋友 还是刷等朋友 所以她决定灌醉你 就奇怪 那香槟里面不知道放什么 我才干一下两个而已 我就说 你还好想买喔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就拿了这个耳环来给我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是表演的 秀上 她就给我看这个秀上 就这个耳环 还有两个小小的圆圆的 我就买了这两副 所以两千五港币 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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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美凤姐就这样走开 哎呦 新妹啊 你有看不对吗 那少看一个里面 哦 好帅喔 好帅喔 你那个耳环比我的血线 还要贵喔 血线还贵 台湾跟海外的朋友听到了没 所以如果你有开店的话 不要记得香槟用过的 你下次可以用别的 威士忌先倒两杯 对 比如说最好是整桌的菜 有没有 整桌的菜 好 炒菜 employees 室费 送